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先生 今天呢发了这么一条公告 如果家方执意挑衅 中方将坚决奉陪到底 这个公告呢是这么说的 5月4日 从培武大使会见加拿大外交部负责人时 就家方基于个别政客和媒体 所谓的中国干涉加拿大内政的谎言 威胁可能驱逐有关中国住家外交领事人员 阐明严正立场 提出强烈抗议 从大使指出 中国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中方外交领事官员一向恪守有关国际公约 和中家领事协定依法履职 加个别行政和媒体捞取政治 私利和博人眼球 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见 大肆操弄涉华议题 肆意攻击抹黑中国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从大使强调 中方外交领事人员正在履行不容抹黑 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不容侵犯 中方强烈敦促加方立刻停止这场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 不要在错误的危险和道路上越走越远 如果家方执意挑衅 中方将坚决奉陪到底 说明什么事啊 加拿大呢 最近几个月呢 一直呢就中国问题在整活 啊 整非常非常大的活 一个比一个大 然后呢 加拿大这边呢 华人群体呢 现在已经基本上分成了两派 一派呢 是被攻击的对象 在我眼里呢 叫受害者 另外一派呢 就是那些你理解就好的人啊 比如说来自香港那帮脑袋 还有这些民运啊 轮子啊 什么各式各样的杂碎啊 还有那些高华啊 一个个都出来了 然后开始攻击 这些平时不太关心政治的华人群体 所以呢 现在呢 打的呢 是非常非常热闹 加拿大这边的活呢 是越来越大 整得越来越强 最近呢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呢 想施压特鲁多政府 说应该驱逐几个中国的这个 呃 外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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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 这样一下子呢 现在看着没有 中国政府正式下场 啥意思呢 你这个行为艺术 别在那个什么 玩一玩可以 别闹大了 如果你这个行为艺术 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那么中国呢 就奉陪到底 什么叫奉陪到底呢 对付你这样的小国啊 这样一个小国呢 还是绰绰有余的 加拿大呢 咱这么说啊 就是我的国家 一直呢 把这个自己呢 当成一个大国 加拿大认为呢 自己是价值观大国啊 说自己是一个民主的人权的 然后呢 价值观扯贼老高的 这么一个大国 同时呢 他还说呢 加拿大是G7的成员啊 他其实呢 就是G7国家的一个边角料 其实他不配 这点呢 其实你就看美国 美国呢 经常在重要的国际组织上呢 安插一些不着调的 彰显自己的人词 联合国武偿的时候 1945年 他就安插了一位啊 安插了一位 那国家领导人呢 特别有特点 脑袋像个花生人啊 像个花生人啊 他就进去了 其实按照当时 这个各国的实力 尤其是这几个帝国的实力 和历史影响的话 花生人脑袋就那个 就他那样 他是进不去的 他是进不去的 他当时的实力呢 还是稍微差一点 这么一回事 然后G7呢 不着调的呢 就是这个加拿大 加拿大呢 哎 没实力 但是美国为了彰显自己的仁慈 把这个小兄弟拉进去了 反正给自己投一票啊 对吧 然后OECD 就是经合组织呢 他也安插了几个 比如说什么 Jack呀 还有那个斯洛华克呀 加上那谁 土耳其 还有这个墨西哥 你觉得这 你觉得这几个 这几个国家的够本吗 他够这个能力吗 其实他不够啊 那不够为什么加进去啊 那你 那你 你理解就好嘛 美国希望 这几个国家怎么怎么着 然后呢 他就进去了 加拿大这边也是 一直认为自己是个 大国 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强国 有影响力的国家 喜欢给别人指手画脚 尤其呢 在中国问题上 喜欢炒作 他这个炒作呢 特别特别的恶劣 然后特别特别的恶心 咱先说一说 这个事的来龙去脉啊 最开始的时候呢 去年 其实呢 应该不应该是去年 应该是前年 2021年呢 加拿大呢 发生了一次联邦大选 这次联邦大选呢 有几个保守党的选区呢 叫人家选下去了 而且这几个保守党的选区呢 他都是华人的聚集区 之前都是选保守党的 这次突然选了自由党 保守党一下凭空丢了四个席位 还是三个席位 一下子自己就不干了 说呢 这是受中国政府的干预 其实是怎么回事呢 这几个选区呢 一直以来就是在自由党和保守党这块徘徊 还有一个事呢 也不得不说 就是呢 这几个选区呢 他这个保守党这个议员呢 在选区当中呢 经常炒作那些不应该炒作的话题 比如说Richmond Stevenson这个议员 他呢 就让这些什么练功的 练功的你理解什么人 比如说Hong Kong比如什么什么人 进来 然后谈大谈中国威胁论 然后呢 他还说 说我们要禁止外国人到加拿大来买房 这种狗哨政治在当地如果听明白了 你要知道 如果加拿大政府说 你我们不允许外国人来这买房 什么意思 不允许中国人来这买房 其实我是说见着这个人 我会问他一个问题 这个议员先生啊 阁下会怎么着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不允许外国人 在这买房 包不包括美国人 你看看 如果你这么将他 你将他 他不会给你做节目 他不会要求你加他微信 他不会就是说跟你辩论 直接两大给你支出去 直接两大给我赶出去 就这么回事 所以呢 他们说外国人不允许买房 就是中国人不允许买房 搞这种 这种我们管的叫狗哨政治 那你搞这些狗哨政治 你在我们议会 你在我们 你当议员 你搞这些东西 不给我们普通民众服务 那我们能选你吗 我们不能选你啊 我把你踹了 把你踹了是我们的个人意愿 是我们的思想啊 哪怕就是说你炒作中国议题 你炒作中国议题 产生了大量的种族主义 产生了大量对我们生活上当中的不利 那我当然用选票给你选出去 很正常啊 这是我们本能的反应啊 现在好了 加拿大的保守党说 这种本能反应是不允许的 你在这儿你要忠于加拿大 你不忠于加拿大 怎么着 你就不忠于加拿大 你就不属于这个国家 那好了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 保守党这些议员们的问题 我就可以回答 保守党党里 Payer Polyeth 经常搞的这个行为艺术 如果你想搞行为艺术 是不是你应该卷个蒲盖卷 回到欧洲啊 这个地方是你的吗 这个地方是你的国家吗 这个地方是加拿大原住民的呀 你从原住民手里抢过去的 是你的吗 不就是当年原住民没打过 没打过你们吗 你们现在霸占了 当年你们侵犯人权侵犯完了 然后你躲避了一劫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历史的账到时候咱算 明白不 你别惹我们 你要是惹我们咱就算账 你不惹我们咱们好好生活 明白啥意思不 这叫社会契约 这叫social contract 懂不 我说的什么意思 这些人整活 整活 整了活之后 然后呢 加拿大华人 你说加拿大华人不团结吗 这个东西是这么回事 加拿大大部分华人不关心政治 根本就不 我们就想过好日子 我们就想过安稳的生活 我们不关心政治 结果呢 有一帮 这种 这种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 什么练功的 民运的 润人 香港 你明白什么意思 这帮人一个歌都跳出来了 攻击我们的侨领 我们的侨领 就我跟侨领没有任何关系 就他们这个侨领 一般都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啊 也是香港的华人啊 印尼的华人 越南的华人 这类的 然后这些侨领呢 什么福建通乡会 广东通乡会 这些东西 然后呢 他们就攻击这个 说他们 说他们那个 受到中国政府资助了 然后干预了加拿大选 这些东西 这个 他们是拿不拿中国政府的钱 应该是拿的 为什么 联络吗 跟家里人联络 怎么不行了 不允许跟家里人联络吗 什么意思 然后呢 我们 这有些侨领呢 就拿了钱之后呢 推他们 他们应该要的一元 怎么不能推我们自己的议员啊 印度裔有印度裔的议员 法国魁北克裔 有魁北克裔的议员 原住民有原住民的议员 我们就不能推我们自己的议员了 你这是种族切身 你这是 加拿大政府你想干什么 没事闲的 啊 你其实说这实在的话 他想干什么 背后的原因是这个 特鲁多现在啊 他是一个少数政府 什么叫少数政府呢 加拿大议会是这个 你这个政党如果过半 你就可以执政了 你以多数政府的姿态 执政你什么都能干 如果你是个少数政府呢 你就应该跟另外一个政党呢 组成同盟 他现在是跟左翼的新民主党组成同盟 现在呢 他们是联合执政 然后呢 加拿大的保守党呢 下次选举特别有希望选上 所以呢 他就希望呢 给自己多提高一些分数 多给你提高一些分数 他就搞这些行为艺术 搞什么行为艺术 现在最拿手呢 炒中国问题啊 美国炒中国问题 然后可以团结美国内部 现在他想炒加拿大 在加拿大炒中国问题 英国也炒中国问题 不是你没发现吗 澳大利亚是 所有的昂萨国家都在炒这个话题 所以加拿大也不例外 他们就开始炒中国问题 炒中国问题呢 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你炒别的可能够呛 你炒原住民你不敢炒 他炒中国问题 所以就开始整活 先是说中国干预了加拿大的大选 然后呢 又是说中国呢 窃取了加拿大的情报 然后呢 中国安插自己的线人 现在还还说什么 中国使馆的人员 威胁到了加拿大议员的安全 加拿大议员家属的安全 然后呢 当时人就问他说谁威胁了 他说据说威胁了 我知道那个人是谁 但是我现在不能说 你看看这东西就是什么 这就是凭空设想了一大堆玩意儿 其实你说你威胁议员的家属 这个东西啊 你说怎么叫威胁议员的家属 给他写一个email 给他个警告 难道这叫威胁议员的家属 还是什么 如果这样的话 很好办 很好办 中国这帮人 像谁 帝挖官威这帮脑袋 孤烟木潭这帮脑袋 加上这谁 加上李建秋 加上阿姨 还有这谁 沈亿老师 傅政老师 包括这个 什么包容万物 横河水这些人 他们这些follower 一个个的 最起码凑上几万人 找准加拿大联邦保守党的议员 找准他们的email 挨个给他写email 难道你觉得 这个到最后怎么着啊 最后是不是你想闹出 这种话题来 中 加拿大在中国眼里 没什么存在感 别把这个事再捅出来 上一次孟晚舟这个事 已经把两个国家的关系 搞到这个尖上了 如果你这次再搞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知道吧 后果不堪设想 你要敢排华 你敢排华 就敢中国政府 就敢制裁 现在不是说了吗 你想驱逐 你想驱逐中国的外交官 你驱逐中国的外交官 我可以告诉你 结果是什么 结果很简单 结果很简单 就是中国驱逐加拿大的外交官 来回驱逐 驱逐完 你还想制裁 制裁好了 加拿大会制裁中国 中国也会制裁加拿大 中国制裁加拿大 好几种方法 一个让加拿大的产品 失去定价权 第二个直接不买 直接制裁你这个议员 你这个选区 我这东西我不买 我可以告诉你 加拿大 中国加拿大的选区 在中国盈利的这些地方 大多数都是保守党的选区 农产品 原材料 木材 然后奶类豆类 就这些东西 加拿大 按照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 Herald Ennis 他经常说的 说加拿大产品 不能没有定价权 没有定价权 我们的经济就麻烦 这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所有的加拿大盈利的选区 都是保守党选区 都是保守党选区 如果被中国政府制裁了 这后怎么办 你东西卖不出去了 你东西卖不出去了 然后皮尔抛利耶夫 就我们这个保守党党领 是不是得到他 这个失去了 这个贸易的 这个机会 这些选民 这块是得说 我们要维护自己的价值观 我们要维护自己的民主人权 你痛苦一点 行不行 你在说的时候 下次选举能不能选上 下次选举能不能选上 到时候他们投自由党的票 明白不 现在中国政府在干什么 现在中国在干什么 联系巴西 联夏文庭 联系俄罗斯 在干什么呢 到时候中国可以不买加拿大的东西 不买加拿大的东西 到时候这些东西 也能到中国手里 只不过价格 比加拿大卖的要低一点 因为被美国廉价买走了 再稍微高一点的价格 卖给中国 加拿大吃了个哑巴亏 为了自己这点行为艺术 其实保守党搞这些东西 他就想整个花活 他就想整一个 挑起一个新闻 给自己制造点存在感 现在中国政府入场了 你怎么办 我个人觉得 他们会闹得更厉害 我个人觉得 他们会闹得更厉害 然后呢 他真的会驱逐这个 中国这个外交官 然后呢中国政府这边可能会狠狠地敲打保守党的选区 到时候就有好戏看了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伙大野猫节目呢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